原标题 当了一名搬运小工 但他似乎是个天才 无论的机械制作 化妆或者好勇斗很方便 都能做到极致 因此 后来参加了青帮 且凭借自己的天赋 在帮会内部的斗争中 混出了一番名堂 之后 因为工人运动的机缘关系 得以参加我党 顾顺章的天赋被我党洞察后 便被派遣莫斯科学习特工技能 顾顺章的天赋 在这时候得到施展 在很短时间内 顾顺章掌握了一个特工应有的技能 并且能很好的应用和发挥 据史料记载 自一二法革命政变后 坐顺章回国 当时 上海出现了很多叛徒 为了遏制叛徒对革命的危害 中央指派红色特工成立了红队 其著名的打口队 这期间 顾顺章 功绩不断 诛杀判处无数 但是 顾顺章的短板 也引起了内部人士的担心 他思想上还停留在青帮时代 热衷纸醉金迷 喜欢结交美女 并时常因为过度消费没钱 而做违纪的事情 这让内部人士 比如陈庚就表示 顾顺章这样下去很危险 迟早出事 后来果然 顾顺章有一次 因为违纪出现在公众场合 表演魔术转逛烟花场所的费用 而被国民党特务发现 玄机被捕 展开全文顾顺章被捕后 二话没说 即宣告投降 并且积极出卖了中央各领导在上海的居住地 而保在此时 中统负责人徐文增的秘书 同为地下活动人员的钱撞飞 及时得知顾顺章出事的消息 社会抢先把消息送了出去 保证了一些大人物的及时安全撤退 但即便如此 还有很多人 因为没能及时撤离 而遭到捕杀 上海的地下机构 也在一夜间被摧毁 中央也因此被迫前往苏区 之后 过顺章被中统聘请为教 官为中统训练了一批又一批的特工 用来破坏革命 根据开国时大将一书记载 陈庚在被捕期间 过顺章还做蒋介石的说客 来劝说陈庚投降 并炫耀自己在中统立部地位之高 连徐文增都要给面子 被称之为王牌特工的戴笠 在顾顺章面前也甘拜下风 自愧不如 因此 戴笠给了顾顺章极高的待遇 来挖墙角 希望顾顺章也给军统训练一些特工 顾顺章见前掩开 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并创作了六本关于特工训练方面的教材 用来指导军统训练特工 其中最有名的 莫过于说服劝备手册 但此人随后野心极度膨胀 甚至一度打算自创政党 最终被蒋介石诛杀 但是尽管顾顺章死了 但他所著作的这六本教材 依旧长期被军统视作宝贵的教科书 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 将经过改赌国民党情报机关后 才不再使用顾顺章所编著的教材 返回收湖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